女人为什么会来立驾 如问医生科幼专家黄艳红 黄泉军医大学西京医院妇产科主人医师 首先呢 月经呢是由暖槽周期性变化 引起子宫内膜脱落及出血 所以呢这个呢我们称为月经 那么月经呢它来潮呢 之所以能来月经 主要是暖槽的激素 分泌的激素足以刺激我们子宫内膜的一个生长 同时呢这个激素要有一定的波动 激素水平的波动所引起来的这个 才能够引起子宫内膜的这个脱落 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来月经的一个机制 正常月经它需要的要素 是就是说呢要有一定的周期 要有频率 同时要有经期和经量 四个因素构成了正常月经的这个四要素 节目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